混迪士尼御蘑菇雲 就開始搭地摸都是邊臨的 上星期四 黃小姐陪老公去東京做事 第二天 自己就跟工人帶著三歲的女兒 和歲半的兒子去迪士尼 其實我很擅長的 本身有一點是二歲不變的 我很遙暈的 我記得搖一些人 日本女生就開始在那裡佔叫 但其實那些叫型已經很乾淨 已經很快就坐在那裡 好手秩序 跟樂園人的姿勢去做事 第二次其實隔了一陣間 我想隔了三成個字左右 他就出現第二次 又是很厲害的陣 那時候就開始地摸都是變臨的 那臨的程度 就像我們帶小朋友去公園 慢慢上去看地上有一塊很厚的紅色的尖 樂園封鎖 又打不出電話 過萬人在綠島之下 又冷又害怕 一塊不知怎來的蘑菇雲突然之間出現 才是人開大家注意力 我又不懂得跟他溝通 說要封多久 一個空礦又下降 我只是想怎樣可以令小孩子暖 很辛苦找到一個食案 當時他真的很努力 他在迪士尼酒店裡的現場 到夜晚8點 樂園要清場了 歷史是沒有錯 我都不懂 他剛剛降了歷史樂園的閘口給我們走 走的那些人只是說有炸斯加車 給我們走 我就馬上帶小朋友 就跑到歷史樂園酒店裡 我們就已經遲了進去 在裡面已經很大班人 又拍攝了一些人 就是不讓人再躺在地上 那裡已經好像露宿街頭 那樣派了武器 已經躺在地上 全部人 後來就是欺負他們 我說我的小孩子 真的不能這樣吹一晚 說了很久跟他們 他們才讓我們進去 黃小姐總算捱過了 三毛子平安回到來